為甚麼小農特別喜歡搶米仙道 一開始啦 我猜啦 一開始因為它比較抗病重套 因為我們會噴農料不濕的 所以它抗病重套 抗病重套 因為它屬於比較原生重套 比較不怕病重套 一開始應該是這個原生重套 然後為甚麼我跟著重套是因為它的糙米太好吃了 對 我們一般吃的米是原型的 原型的米 沒有好吃的糙米 有吃過糙米就知道要泡三四個糙米 我們的仙道十號 不用泡也就很好吃了 一開始弄的點很單純 你絕對猜不到為甚麼要弄的 因為我要看螢火蟲 因為怎樣 我要看螢火蟲 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啟發 好天真喔 因為 你大自然是個很奇妙的東西 我一直後來才知道的啦 大自然是個很奇妙的東西 只要你不要荼毒它 傷害它 很多東西會慢慢慢慢自己的跑回 我從台北回來以後發現我們村子螢火蟲很多 然後我們有一種螢火蟲很特別叫三窗銀 它是春天跟秋天殘暖 所以基本上一年世界都看得到 我為甚麼要開始重點是我連續兩年的十一月 在冬天看到螢火蟲 奇怪 冬天為甚麼螢火蟲 我才去問他們 他們才跟我說 我們村子有一種螢火蟲叫三窗銀 就春秋天殘暖 一年世界看得到 我為甚麼只有十一月才看得到 你知道嗎 後面為甚麼沒看到 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雨季在冬天 它開始下雨 又濕又冷 我就懶得出去散步 所以就要十一月一半以後 我就沒有去研究這件事 只是沒有再follow這件事 好 開始黏了喔 它下去 下去就脫殼了 這個就黏米了可以 你看它一下就脫殼了 它出來 就是這樣而已 這樣就是 這樣就是糙米了 這樣就是糙米 所以我在鼓勵大家吃糙米啦 像我在外面賣遊客啦 我都怎麼跟遊客說 吃白米 我叫他們不要拜託你們不要再吃白米 吃白米 我怎麼形容你知道嗎 叫做白吃 喔不是嗎 你笨蛋 你笨蛋 不好意思啊 是你白白的吃它 我用我遊客來套講給你聽啊 為什麼這麼說齁 我65年是我去年開始種田才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把一顆大骨剝掉一層殼 叫做白 欸 糙米 再把上面那個培牙的剝掉叫什麼 叫白米 啊一顆米最重要是什麼 培牙對不對 啊你把它剝掉吃它幹嘛 啊為什麼現在的人不吃糙米 很簡單 一般的人的觀念 糙米就是難吃 就是硬 因為我剛才說了 一般的外面的 一般是 他們買得到的米是什麼形狀 圓形的 圓米齁 我只能說沒有好吃的糙米 圓米要弄到好吃 吃到的話 那兩個都知道 要泡三四個小時 把它泡到軟 所以一般人為什麼我討厭吃糙米 就是它太麻煩 太難吃了 那因為他們沒有吃過好吃的糙米 像我們的 因為他們一般不知道有一種東西叫糙米 因為市面上根本買不到 對 所以我就會推薦他們吃 台中仙道食道 台中這兩個字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 因為它是台中研改漲研發出來的 所以我都會叫他們記住 仙道食道 其實記住這幾個字 現在種田沒有什麼 像我跟游客說 不要叫我農夫 我不是農夫 我叫做田間管理員 什麼叫做農夫 以前下去插秧 割稻 收叉 把稻谷從田裡面 田中央搬到田外面 那個才叫農夫 現在的農夫叫什麼 打電話明天來翻地 打電話明天來插秧 打電話明天來割道 現在都用重型機去割 所以我們只有怎樣 田間管理而已 所以我們不叫農夫 什麼叫做農夫 你有本事像以前那些農夫那樣 你才有資格叫農夫 那你說它保鮮如果 黏好了之後 最好的食用 我都是建議不要超過兩個月 基本上最好是一個月之內 可以把它吃掉 試溫下 對 常溫下 就算你冰冰箱 我也是建議你一個月之內 把它吃完 因為我剛才說的 我們不噴農藥 所以它特別容易找你蟲 所以基本上我有試過 我這樣放常溫 就放著不要包它 一個禮拜就有蟲 你剛剛講 蟲是蟲 從蟲裡面 它已經生蛋在蟲裡面 什麼時候生蛋進去的 在種植的過程中 它就已經季軟在裡面了 所以它會從裡面孵化出來 固定的溫度跟濕度到了 它就會生出 可是到你修葛以後 不是都還烘過嗎 都不會把暖烘死 不會 它怕冰不怕烘 它怕冰不怕烘 對 就是你要放冷凍兩三天 我沒有試過 那是有經驗的前輩告訴我 放到冷凍兩三天 它永遠不會上冰凍 就是在放那個冷藏 他說一般人 為什麼他們會放冰箱 放冰凍 就是它比較低溫 它就長不出來 長不出來 你的米就不會越來越燒 像我這個沒有冷藏 對不對 我是不是放常溫 它是不是會 所以裡面的米蟲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會怎樣 我的稻骨就越來越輕 越來越輕 譬如說我一包本來50公斤 對不對 我放個一年可能剩下4849 懂我意思嗎 被蟲吃嗎 就是被米蟲吃了 那蟲的重量也還在啊 不是啊我脸就把它脸掉了 我怎麼可能讓它給客人吃 那你這個機器還可以把蟲篩掉 對 一般它會有一種東西叫蜂骨 它會把它吹掉 所以基本上有的時候 還是會殘留一兩隻在裡面 我上次就遇到一個客人跟我投訴說 你不是說你現年人嗎 為什麼裡面有米蟲 我說小姐不好意思齁 我在這邊先跟你抱歉齁 因為我沒有注意到 所以讓米蟲跑到米裡面去 第一我是現年人沒錯 第二一般人有個錯誤印象 像我剛才說的 實際上米蟲是從裡面跑出來 因為我剛才我有提到過 我這個是沒有噴農藥 所以特別長米蟲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米蟲不要緊壓 這是正常的 你今天一包米放個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分次放一年 它不長米蟲 你才不要去吃它 因為蟲子知道嗎 它農藥非常重 因為它有噴農藥 所以它可能 米蟲連長的機會都沒有長出來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懂我的理論嗎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米看到米蟲不要怕 這是正常的 就把它洗掉去好了 米蟲不可怕 它反而是蛋白質 反而想 反而想想 只是說我們一般人看到 蟲會覺得可怕噁心這樣而已 基本上那都OK的 可是你說只能放 一兩個月所以買 其實不要買太多 對我不希望客人買太多 除非你有很大的冰箱可以冰 可是一年只有一期到座的話 那後半年要靠什麼衛生 後半人要靠什麼衛生 就是米 你說我賣完了之後嗎 所以就看個人 所以為什麼我可以賣60塊 因為我不是職業農夫 我是半農半X 這句話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有有 什麼叫就是半農半職業 半職業的農夫就對了 所以我不是靠麥米衛生 所以我才可以賣60塊 他們職業農夫的話 所以不是他們80塊100塊貴 是因為他們要 因為宜蘭只有跟中一期到 他們這一年就要靠這一期為 維持一年生活的開銷 所以他必須賣到80或是100 才可以維持到一整年的營運 所以我明年想去種田的話 我就必須賣到80或是100 因為我不試做也沒差 所以我可以賣便宜 可是我被他們罵 為什麼 那個開鐵牛里亞卡的 只賣60塊 為什麼你賣80賣100 為什麼你賣那麼貴 就變成我害到他 基本上我跟我的客戶也會解釋 就是說是我賣便宜 不是他們賣貴 因為我不是職業農夫 所以我明年會調漲 我調漲不是 就是我不想去處理那個運費的問題 運費的問題很麻煩 有的時候就跟人家計較那些運費 然後像我說的我已經賣很便宜了 結果我算一算我的成本還不到 我賣掉的 拿到的錢還不到60塊 所以還 種田還蠻好玩的 像我說我一開始種田 就是為了看羽毛場 吃吃看羽毛 就那麼存在 後來想像 至少我自己種的 我知道我怎麼種的 我真的比較安心 因為去年開始剛好四三瘋吧 我為什麼去年種五分 今年種兩甲 最主要是我去年賣一個多月 不到兩個月就賣完了 我自己都沒得吃 所以我今天要乾脆做大一點 就是賣鐵樓車 其實五分地不多啦 五分地不多 像我今年賣到現在 差不多兩個多月的時間 我已經賣掉一甲地 我還有一甲 沒有啦 這個也有別人的啦 下一跳 小公 量很大 超多三八 我們每一個人都沒出過 五分地消息 六分地消息 一甲地消息